这一天我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进入大雪山林道 一面而来的是微凉的川峰 而边海不时传来阵阵的大雪山,鸟音鸣唱 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拥有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大雪山 这个作为台湾早期中部地区重要的林场 森林植生相当丰富 可以分成暖、温、寒三种森林带 各有着不同独特的生态灵象 春天的大雪山生机蓬勃 无论是台湾杜鹃、玉山杜鹃 铺鲜象音都继续绽放 不只植物,春天的动物也不寂寞 春天正好是鸟儿的繁殖季节 鸟儿也纷纷使出浑身解数的球舞技巧 相当值得细看观察 大雪山临到沿线已经记录过215种鸟类 其中包含了黑长尾质 蓝富贤、白尔化眉、冠羽化眉 台湾紫孝东、深山竹鸡 等等台湾特有种 以及50种台湾特有亚种鸟类 几乎是含瓜了台湾大部分的流鸟种类 鸟种风不度高并且稳定 因此大雪山也被列入 台湾时大国际级赏鸟地点之一 更是许多外国鸟友 来到台湾赏鸟不可错过的一站 这个是冠羽化眉 鸡鸡鸡鸡鸡鸡 头上有一个罐有没有 有一个白云、一个硬鸡 水水水 土米酒 土米酒 那个在动那个 那个就是冠羽化眉 有一个冠的 你看 有没有看到冠 有看到吗 有冠 那也是特有种 全世界台湾有 叫做冠羽化眉 走入山林五感全开 聆听着大自然的声响 仿佛一切的话语都是多余 如果您在上山的路途中 看到一群人聚集在路边 这时您很幸运 您可能遇到了这一种明星鸟种哦 这次我们遇到的则是在雨后出来灭水的蓝副弦 这时停下车辆 轻声下车 跟我们一样幸运的是这一群来自日本 特别来到台湾拍鸟的游客 导游红冠杰告诉我们 这一群来自日本的游客 就是看中了台湾大雪山地区 鸟类资源的多样 还有丰富性 因此特别包下了巴士 规划了这一趟精致的游城哦 应该是作为台湾来讲 我们有27种只有在台湾看到的鸟 然后这个所谓的特有种 以后数量会越来越多 那在大雪山里面 只有一种没有被记录过 所以不管是长天数 短天数 摄影的还是长鸟的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来 只是看你来几天而已 其实日本一直都有人来 只是因为日本鸟岛 日本鸟岛非常少 因为找不到日本鸟岛 所以才多找一个翻译 然后找我这个讲英文的 那主要的主力是英国 然后英国是长鸟最认真的 他们英国的皇家鸟会在20000 2000年还没到2010年 就号称有100万的长鸟人口 所以英国人最多 然后欧洲人口比较少 可是他们的职都很好 然后最近美国来的也比较多 然后中国来的那边 中国大陆来的基本上以拍照为主 也是变多但是是以拍照为主 这次过程当中 我们也刚好遇到这位外国鸟岛 无理查 正在一对一的带领他的英国游客 认识并且观赏大雪山这里的鸟类 大雪山是因为从低海拔 比较低海拔可以慢慢的上去 有很多种类的 而且没有打猎的问题 而且流浪狗流浪猫比较少 设备是还不错 当然最明星就是地质跟蓝浮仙 那其实大雪山特有种几乎都有机会看到 除了蓝雀跟那个五头翁 一定要跑到肯定或者台东才看得到 其实大部分台湾特有种在大雪山 很有希望可以看到 那我今天带的客人 就是算蛮标准的来台湾商量的人 他什么都要看 像就所以我带他十天 所以北部一两天 大雪山两三天再去南部 蓝鱼跟马祖 金门 这次去金门 大雪山算台湾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种列最多 而且我们都很熟悉 其实台湾特有种 27种 是多也是不多 可能不能跟某个国家比较起来 某个国家几百种 特有种 可是他们那边的设备 他们那边的治安和卫生 这一方面比较不好 那台湾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外面商量 我们会怕蚊子钉刀 会不会有什么病 或者流浪狗 会不会要我们 其实这一方面台湾都不用紧张 所以这个是台湾一个很好的卖点 那像您刚刚提到其他国家可能有瘧疾 那些国家大概会是在哪些国家 即便它有很多 是南美洲 非洲的很多 亚洲也有很多 那晚你老一辈的客人 审订台湾很多很好的医院 马上就可以跑到医院 这个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而且台湾你不用来三个礼拜 你一个礼拜十天就可以看得差不多 来到大学山这个赏鸟胜地 就算是彼此之间原本不认识的鸟友 也会因为这些山中精灵而有了共同的语言 见了面之后互相询问 这里有什么样子的鸟 互相通报 在几公里处又有着什么样子的鸟类 或者是讲讲花了几小时 才捕捉到精彩的画面 而这位在国家东元 担任解说志工的张庆修先生 也就跟我们分享 他这一次来到这里的收获 拍鸟是一种分享 我们鸟友都会互相 说我今天发现什么什么 都会互相通报 我到28点3K的地方有拍到休留 早上休留有出现 那8点多了就离开了 那后来到35K拍虎都没有拍到 有拍到那个小叮当 还有那个指教洞 其他没有 像您都会准备这些照片 你要有今天的习惯吗 还是是 没有因为我是台江志工 所以我当志工的时候 我都会送游客的照片 我还在凤凰谷鸟园当志工 我如果当志工的时候 我都会洗一些照片送志工 因为拍鸟是一种分享 所以我都会洗一些照片分享 对 午后的大雨为山中带来了凉意 不过仍然不减鸟友们赏鸟的热情 这次我们也遇到了多次 造访大雪山的鸟友 廖显斌跟我们分享他的收获 这次是专门为了要拍摄那个休留 就台湾最小的猫头鹰 长度差不多15公分 然后它的大小看起来 站立在树枝上就像一个拳头 休留的叫声比较特别 就它有一个频率 就嘟嘟嘟嘟嘟的那种声音 就它是白天跟下午比较会出现 所以你这次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到这边 这次花了四天的时间 礼拜一的时候没有拍到 所以就特地礼拜三来这边安排 拍摄它的那个生态 这几天拍到的有哪些 这几天还有那个23k的黄腹琉璃 跟22k的那个绿鳩 拍鸟也是要跟着那个缘分 有遇到就拍 啊没有就下次再来 就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上来 啊然后会遇到同好 就会互相帮忙 这是之前在23k拍到的白面无数 它这个算是夜行动物 然后它那次是那个下午 刚好可能睡醒 然后探头出来 蛮难得遇到 我们那个时候是看到有人围观在那边 啊我们就过去拍摄 也许每个人喜欢上赏鸟 还有大自然的原因各有不同 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兴趣 有的人则是因为家人影响 而更有些人是因为在大病过后 动得开始享受人生的滋味 因此投入了赏鸟这个兴趣哦 这次我们同样遇见了 陈顺敬先生跟我们分享 他赏鸟的经验 因为我得大病之后才找个工作 我是肺炎癌嘛 然后之后 每天爬山以外还拍鸟 当着兴趣 兴趣就是发钱 户外的空气很好 尤其山上很好 像我们这种癌症病犯 真的要往山上跑 空气好 它扛有点重 虚人体力 蛮重的 包袋 脚架 包袋 配备 背包大概是43公斤几条 这500哦 还有600更重 还有800哦 我只是说这个兴趣 拍一拍去找个资料 跟同学 跟那个鸟友 大家分享 休了在28点2K 它站了快两个小时 今天 今天 我今天运气很好 刚来就赞了 拥有丰富多样生态资源的 大雪山 国家森林游乐区 不仅提供了 野生动植物 良好气息环境 更是国内外知名的 赏鸟生态旅游胜地 为了推广大雪山野鸟之美 农委会林务局 东盛林区管理处 今年度也全是办理 第八届 2018大雪山飞雨 风情万种 赏鸟大赛 除了竞商活动 还有27、28号 重点的大雪山 赏鸟大赛比赛 我们也邀逢到了 东西林区管理处 安玛山工作站主任 吴贞纯主任 为我们介绍 2018赏鸟大赛的系列活动 这个活动 其实大雪山 国家森林游乐区 因为它的海拔高度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生物对象性非常丰富的地方 所以鸟类资源在这边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也希望来推展这样的一个鸟类资源 让除了我们台湾的民众 还有国际的人士 都能够认识到我们台湾的这一些这么珍贵的保障 所以我们就透由这样子赏鸟大赛的活动的举办 那当然也希望就是说让民众可以强化民众对于我们台湾自己的生态资源 鸟类资源这一些的认识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建立起生态保育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另外就是透由我们这一次在比赛当中 它会有不同海拔路段的一个赏鸟路线的一个设计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监测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鸟类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记录 可以了解到说鸟类生态它的变化 还有它栖地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作为一个我们自己不管在经营管理上 或是将来要研究上面的一个参考 那也当然更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活动 它是一个比较创新的方式 那有点小小的竞赛 那提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体验力 那希望让民众能够了解到说 生物对样性跟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是息息相关的 那当然更希望就是透有这样的一个媒体的曝光 然后大家的了解来知道说 其实政府比如说我们林游局东市领馆处 在这样一个生态保育工作的 这个努力上的一些成果 那这是我们在办理这一次活动的一个目的的部分 请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整个赏鸟大赛它的活动进行方式呢 其实还蛮有趣的 但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的活动的比赛 当然就是由各组队 就是三位有得到五位等等不等 那当然它有分成很多组 像是连衣组 专业组 亲子组 那亲子组 像去年我们看到还有爸爸就背着孩子 就这样在林道上跑 赏鸟啦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这样子 然后时间呢是以24小时 所以在4月27号的上午10点正式活动比赛开始之后 一直到4月28号的早上10点 一共24小时内呢 它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比赛的范围里面 去做一个赏鸟的这个活动 那比赛的范围其实蛮广的 从我们大雪山到林道的0K 那目前一直到46.3K 那当然包括了林道的支线 比如说2100道啦 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含过 因为这些都是 就是鸟类分布出现比较多的地方 那也希望这个鸟友能够在这里 尽情的赏鸟之外 也可以看到这些鸟的踪跡这样 那当然就是最主要是以记录到鸟种的数量 最多来做评比啦 那我们为了要增加整个活动的趣味性 我们也有比如说 比如说他有 有没有看到最新鸟种的 也有一个最新记录奖 那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比较创意叫做糊涂奖 比如说不该出现的 他突然记录到了 那我们也会有一个什么糊涂奖 那也会鼓励到比如说年纪最大奖 就是在整个比赛当中 会针对参加的人员的状况 那整个我们都会有一个 不同的奖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参赛者 我看到那只鸟 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有一个记录本在角角上来 这样子作为比赛的依据 是这样子进行的 我们大概今年 最往年都是用纸本的方式做记录 那再由专业的评审老师来做一个 等于是一个审查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慢慢也希望像是Eber 这样子非常在台湾已经收到很多 大家使用的这样一个 鸟种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软体 那我们也试着想要用这样的一个 电子的方式来增加整个的一个正确性 那另外也可以把这样的资料 是上传到网站上跟很多的鸟友 甚至就说想要这个来赏鸟的人 来做一个分享 这是8年来的记录 不知道说整个长鸟活动记录 鸟类的状况是如何 其实这几年下来 大雪山所记录到的鸟种 在台湾的27种特有种当中 我们这边有记录到25种 就除了乌头翁跟台湾蓝雀 还没有被看到之外 其实应该都有在 就是说除了乌头翁以外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几年台湾蓝雀还没有被就是说看到 那实际上是在这条线上有 所以这个27岛跟25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鸟类的资源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每一年来看的话 就是说不管鸟种树啦 枝树啦 那其实从2011年到2017年 它所这样子记录下来的枝次 总共大到8万多枝次的一个鸟类 那当然就说 这几年当中其实慢慢的大概发现到 总数啦 枝树啦 它就慢慢的呢 就是趋于比较多的 就是也比较稳定下来 大概是这个部分这样子 大雪山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商鸟地点 那这边最为明星的物种是什么 我想大概大家到这个大雪山生理游乐区来最想看到的大概就是国宝鸟 这个我们台湾的国宝地质 那地质呢其实在我们的四十 就是接近雪山派出所的附近呢 只要有时候日夜 就是早上或是傍晚的时间点 很多人都会在那边守候跟散步 就会有机会看到 那目前沿线上来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特别的领导 这个领导上不是让人先过马路 我们常开车是要让那个蓝腹血慢慢的过马路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象 因为他们不想太惊慌 太惊扰到他们 所以我们有时候开车都要很慢的原因在于就是说 它会从你的面前就这样漫步的过马路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看到蛮多啦 比如说像樱花开的时候 冠鱼化美 也非常的可爱 那我自己今天早上就看到一群的九红猪雀公鸟跟母鸟 这个是非常特别 然后精益白美 非常多的鸟 我不晓得谁是明星 我觉得他们都是明星 所以在这边看到的鸟种真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那也是请大家就是上山就是放慢速度 那在行走之间也尽量就是能够不用不大声啦 那都可以看得到这些鸟种这样子 是 办理这个活动想要让更多民众认识大自然吗 那其实有兴趣的人不一定配备有专业的知识 那有没有一些工作站或者是领务局这边要提醒 民众上来这边要注意的事情 其实我们这几年因为大家接近山林的机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倡就是所谓的赏鸟舞步曲 比如说不饮诱 最重要的是不喂食 这是我们一直在很多的部分 一直不断不断的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民众 进入山林的民众一定不要喂食 那不饮诱不追捕等等的这几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也一直在提倡所谓的无痕山林 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果皮会自然腐烂这件事情 那其实他是不会的 那我们一直希望说大家进入山林能够保持山林原有的这个环境 那比如说还有就是不要用鸟鸣 现在就是很多可能大家都非常希望看到他 那其实我觉得到山林里面来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想法就是随缘 我今天的缘分可以看到谁 他就看到谁 非常自在的在山林里面随缘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去面对 那只要你肯细心耐心 而且就是不喧哗的方式的话 其实在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不只是鸟类野生动物 像如果夜间啊 飞鼠啊 三腔三羊 这都是会出来跟我们打招呼 而且都可以见得到面 那因为山区啊 我们的山区就是温度也比较低 所以都要提醒民众上山一定要带住这样的一个预寒的衣物 那另外就是行车注意安全 这是我们一再一再的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因为这个都是一些山路的部分 那可能就是要注意慢行 那这是我们在环境不管是生态的部分 希望所有的民众可以跟我们一起保护这个台湾这片这么美好的山林 接着大雪山赏鸟系列活动 除了四月二十七二十八的赏鸟大赛之外 更有着一直到九月三十号的飞鱼摄影展 三十幅的照片让我们能够近距离欣赏鸟儿的姿态 而在四月二十二号世界地球日 更举办了大雪山进山活动 让人们认识无痕山林的概念 而在五月十一号的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坊 也邀请来了专家 来跟民众谈谈 什么叫做生物多样性 以及友善环境工作 是什么样子的概念 活动内容都相当丰富 有兴趣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介绍2018 大雪山飞雨风情万种 商鸟大赛系列活动内容 也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渔夜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